就是 洪桃啊 这个督察才调查你半天 你就出现这样的事情 你说督察对你的调查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韩队 那个电台那个女的调查清楚了 你听不听 就先说说吧 电台那个女的叫齐慧如 在电台工作八年了 离异独居 自己带着一个五岁半的孩子 孩子上的是拳头幼儿园 其会如每周五 见孩子回家过周末 周日再送回去 这个女人没有任何案例 社会关系极其简单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普通的白领 咱们抓不抓 当然不能抓了 当然不能抓了 沈云林这个案子 绝对不是嫖娼这么简单 选址 定房 接送 既然有人精心策划 那这个案子背后一定是有组织 我们只有诱敌深入 找到齐慧如的上限 摸清楚卖淫组织的来龙去脉 恐怕才能解开红桃六之谜啊 有没有查到接送张艺林的车辆 我去交警队看过监控 张艺林不是打车来的宾馆 也不是自己开车来的 而是被一辆宝马七三宁叫车 送到宾馆的 有没有看清楚车牌号码 非常清晰 交警队查到这个车牌的信息 车主是一个叫郑广福的 身为正常地址是 星义县郑家铺村二组 两件事 一 抓捕宝马七三零车主郑广福 二 跟踪电台女主播齐慧如 具体分工你们自己商量 有什么情况急着向回报 他呢 干嘛干嘛去 干嘛干嘛去 车停这儿没事吧 没事 这忙活一天了 这一会儿放下没事的 这样 咱们先找个小饭馆吃口饭 行 我听你的 师傅 我听督察那边的人说 他们对之前那三件意外事件 调查进展顺利 目前没有发现 你和这几个案子 有什么必然联系 那又能怎么样 你还不明白 队长说你爱干嘛干嘛去 我现在一没正二没枪 再说了 我好不容易有个假 你去抓郑广福 我去跟踪齐慧如 你要真让我干 咱们俩换换 我去跟踪齐慧如 为什么 我是女的 我跟踪齐慧如 更方便一点吧 我是以前老天小慧主播的节目 我对这个女人比较感兴趣 什么 你对这个女的感兴趣 你别想歪了 我就是想不通啊 像这么一个知性的女人 怎么会去做那种事情呢 打死我都不给你换 行 不换就不换呗 喂 小可 到车站了 行 那我开车接你 走了 放假了 走 走 车呢 当初老皮把车开到地下停车场 是怕李浩哲冲动 想先稳住他 可是现在 不仅是车不知的去向 还出现了一张神秘的 红桃六不可怕 这让老皮 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你跟谁打电话的啊 是男朋友吗 女的 行了吧 行啊 那我也得见见 钥匙我已经拿到了 海哥 你要忙的话 你就先走了 我得看看你说的 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我才能走啊 开门啊 不敢让我进去 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我 我就是交男朋友了 怎么了 这么理直气壮的 你不让我进去检查 你是不是和他同居了 我 我就是和他同居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 小可 你怎么能成这个样子的 我告诉你 你要是这个样子 我必须把这个情况告诉你爸妈 你告诉就告诉 反正我也不怕他们 你 行 我也不进去了 我是没时间跟你说这个 我还有事要忙 等我有时间了 我再找你算账 拜拜 哥 我我箱子好像落你车上了 不是拜拜吗 我就不给你 你告诉我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我再给你 哥 不要 你把箱子还给我 哥 大白天拉窗帘开灯 你也不怕被人看见了怀疑 现在最重要的是 赶紧把车找回来 要不然的话 尸体被发现了 我们就完蛋了 你要想想你奶奶 如果你出事了 谁来照顾她 我跟他人的有吃饭 做什么 做什么 最重要的 我在这个市场里 自作评计训练 在一起 aliens 你太多了 我一人的 你不是乱出来 我们乱出来 我跟她们都跟我一家人的 别人的 比险墙哥 我们都跟她们一家人的 大叔 你是 请问这是郑广福的家吧 是广福家啊 我是广福的一个朋友啊 广福的朋友 宝贝刚才要干吗呀 买什么 买贝心筋缸 来 叔叔给钱 去给买 不不不不 这是事不得事 大叔 没事 我跟广福啥关系啊 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谢谢叔叔 慢点跑啊 来 来 来 咱屋里坐 屋里坐 好好好 来 先 好 大叔啊 我今天来没别的事 我就跟你说啊 我和广福呢 合伙做了个项目 这个项目款现在下来了 我就是想把这个款呢 亲手交到广福手里边 可是我最近怎么找也找不着他 所以今天就 冒昧地来家里边 直接找他了 不过最近好像广福有什么事吧 警察都在找他呢 我 我就是害怕 广福到时候真被警察找着了 他就把我 跟他合作的这个项目的事说出来了 不是 你 你快走 快快快 大叔 您别接 您别接 我知道 广福回来了 而且他还是开着他的宝马730回来 还有 这桌上这么多烟头 我看旁边也没有烟 我想你也不抽烟 这肯定是广福抽的 他看上去是不是挺苦闷的 你真是来帮广福的呀 广福昨天晚上回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 这 这坐哪儿来 来 来这么多钱 你啥都不要问 不是 把这些钱藏好 我肯定要出当远门 也许半年一年不回来 也许三年四年不回来 小宝就交给你和我妈了 这些钱应该够他用到高中毕业 那他说没说他那笔钱是从哪儿来的 那他说没说他那笔钱是从哪儿来的 这也没告诉我 不清楚 你觉得他会去哪儿 哎呀 我也琢磨不透啊 今天早上一早我就给他打电话 但是他手机关机了 那 他城里的家还有什么人 这不过 前段时间 孩子他妈和他离婚了 现在就他一个人 这样吧 大叔 你告诉我他城里的地址 解放路五十八号 三栋三单元 五零一室 这样 还得麻烦您再帮我个忙 你怎么会把他家里面 但是你看 他现在是有事 我这就是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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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好 这是郑广福的父亲 让我来帮他取邮件的证明 你好 这是郑广福的父亲 是这个吗 对 对那个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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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大哥 呵 剑 不是 我们来吗 是 是 喂 什么 监控已经看了 马上联系韩队 去各个路口劫车 咱们先开车去追 路上让监控报告方位 你听着 绑架是半个小时之前发生的 可能经过的路口一共有十二处 按照先后顺序分别是 建章路十字 安铺街十字 罗家湾三路 大兴三路十字 王家铺十字 你先查这几个十字路口的监控 要快 有了 嫌疑车辆是从大兴三路离开的 左转上了新华路 车辆经过新华路是二十分钟之前了 可能经过的路口一共有八处 按照先后顺序分别是 西丰路十字 瑜伽桥十字 南三环十字 党家债十字 柳营十字 先查这几个路口 有了 嫌疑车辆是从柳营十字往西走了 车辆经过柳营十字是十分钟前 可能经过的路口一共有五处 按照先后顺序分别是 八夹滩十字 北寨村十字 大苏村十字 十佳营丁字路口 嫌疑车辆刚刚经过十佳营丁字路口 上了八零二乡道 师傅 你太厉害了 他肯定跑不了 现在不是跑步跑得了的问题 我担心的是齐慧如是不是还活着 如果齐慧如死了 那红桃六这顶帽子 我肯定是摘不掉的 这里是一百万 先作为定金 搞定那个女孩 然后从贾明明手里拿回东西 张义琳的死 让我们原本谈好的几千万项目 打了水漂 老板不希望 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事成之后 还会有一百万的酬劳 我要说 我不收呢 老板说您一定会收的 因为后面还有大生意要做 有人发短信 想找贾明明 现在只能冒充他 说他在外里 说他在外里 洪刀 大队 什么情况 疑犯很狡猾 他开车的时候戴着墨镜和手套 所以监控里边看不清他长什么样子 车内也没有留下纸 队长 师傅 车主亲戚查到了 叫顾辉煌 是一家合资企业的出纳 我们劝他所在的公司 他老板说 昨天下午 他带了公司二十万现金 从公司消失了 自己也在找他 正打算报案呢 这车里没有发现二十万现金 顾辉煌的行踪检查了没有 查了 监控探头显示 顾辉煌昨天晚上六点半 从公司开这辆红色伊兰特出来 然后就上了802相当 也就是咱们现在所在这条路 晚上九点的时候 通过了新庄收费站 今天早上八点返回了市里 顾辉煌和齐慧如的关系 查了吗 查过了 目前没有发现两个人 在生活中有什么交集 一辆陌生的车 突然停到了齐慧如的跟前 如果齐慧如不认识开车的人 那他的防范心理应该很强的 他不可能向前迈那么一步 也就是说齐慧如也许认识开车的人 或者是这个人 跟齐慧如说了一句 取得他信任的话 如果是假装问路呢 有这个可能啊 但是还是有很多事情说不通 有什么说不通的 案犯如果是顾辉煌的话 那他绑架齐慧如 为什么不遮挡号牌 难道是故意让我们看见吗 还有 他已经离开市区了 他为什么又回到市区 去绑架齐慧如 那二十万现金又和绑架齐慧如 有什么联系啊 如果齐慧如还活着的话 一犯带着人质肯定跑不远 找到顾辉煌就什么都明白了 小黄 带着咱们的人到附近 赶紧给我搜查 来 等一下 你们过来看一下 一条新鲜的车车 估计是摩托车留下的 所以我怀疑 嫌犯是开着摩托车从这儿离开的 带着人质骑摩托车 不太现实了 是不太现实 所以我怀疑 人质根本就不在 这辆红色伊兰特上 一犯应该是在半路上 就把人质转离到了 另外一个车上 然后自己开车来到这里 开着自己事先 准备好的摩托车 离开了 你的意思 一犯不是一个人 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附近排查 没什么太大意义 那你说什么才有意义啊 小花 这附近有宾馆吗 我查查 找到七慧如了没有 还没有 看看吧 老板又催了 赶紧找到七慧如 拿到东西 否则大家都很危险啊 师傅 还真有一家五星级的酒店 还有测评呢 你看 酒店地理位置太偏 一颗星 配套设施健全 提供温泉洗浴服务五颗星 师傅 这个测评是上次 我们在西门宾馆见过 那个叫贾静静女孩写的 我叫贾静静 我是一名酒店实施员 你看 这儿她的微信号呢 叫她微信 试着联系一下她 贾小姐吗 你好 我上次在西门宾馆 你见过那个 叫黄静怡的警察 收到请回复 来 黄警官啊 刘警官还好吗 贾小姐吗 你好啊 我有一件事情想问问你 听到你的声音真是太高兴了 有事直接说吧 我们现在在新庄附近 我发现这里非常偏僻 但是却有一个配套设施很完备的高档酒店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这个酒店经常都是人满没换 停车场停的都是豪车 你说去那住宿的人应该都是挺有钱的 对了 你们是查案子吗 好了 谢谢你 咱们回头再聊啊 走吧 我们去查一下那个宾馆 好 我们先去啊 请问两位有预约吗 还要预约吗 对不起 我们这儿已经刻满了 你们这荒郊野岭也能刻满 实在对不起 谢谢 师傅 刚才你为什么不让我拿证件 你不觉得那个酒店很诡异吗 等会我们找个地方翻进去 还是师傅厉害 走 翻桥去 谁啊 怎么又是你 我就是专门来找你们的 我忘了跟你们讲了 这个酒店有红外警报 你们要是想进去不被发现 那是不可能的 那听你这么说 你有办法带我们进去了 对啊 我有贵宾卡 我可以带你们进去 那你怎么知道 我们不会用警察的特权进去啊 对啊 你们要是想利用特权进去的话 也不会给我发微信文的问息了 你大张员跑过来 就是为了帮我们 对啊 我一直特想有几个当警察的朋友 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吧 说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什么都瞒不过刘警官 其实这家酒店欠我钱 你们来了正好能帮我要回来 什么意思 把我们当讨债了 对了 上次我在新门宾馆写的那篇 关于酒店测评的微博 转发量已经过十万了 因为刘警官对空调外机的测试 去那个宾馆偷情的人 以后会减少很多了吧 感谢您为社会和谐做出的巨大贡献 是吗 那我真得感谢你了 好了 走吧 你们忙吧 我困了 我必须要回房间睡觉了 谢谢你啊 今天帮了我们的忙 互相感谢吧 有空记得去看我的微博测评了 这眼珠子把我出来了 干吗 你对着女人有意思啊 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到底是我是你师傅 还是你是我师傅 不是 这女的 这是什么品位啊 师傅 你这 这 这 师傅 师傅 干吗呢 我们找人 就专路了 走 走 赶紧给唐公众打电话 请求支援 凭什么我打 这是你将功补过的好机会 我有什么过 你打了我再告诉你 喂 韩队 有情况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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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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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人在经理休息室 发现了打斗痕迹 和新鲜的血迹残留 还有那个 红桃六扑克牌 真有意思 还真把他当神医一样的供起来了 知不知道聚众赌博是什么行为 你告诉我今天晚上 有没有一个叫顾辉煌的人 带着一个女的来这儿开过房 那个顾客要订房 我说房间已经住满了 让他找别的地方住 但是他不同意跟我吵 我们经理来了之后 只好把本来留给他自己 休息的房间让出来 你们经理叫什么名字 正喜 这个正喜 拎着一个黑色的皮箱 从大厅走出去了 这怎么解释啊 这个有问题吗 你是真不明白 还是假装不明白 他明明拿的就是客人的巷子 看起来一样 也不一定就是同一个 你们经理有车吗 一辆黑色帕萨特 南A3AC47 我去看车还在不在 不用不用不用 你直接给交警队打电话 询问一下这辆车 好 我要问我为什么这么做 从现在开始 我问你的事 你要老老实实告诉我 我让你做的事 你要老老实实按摩说的去做 否则 你会没命 师傅 你说的没错 咱们抓红色伊兰特的时候 那辆黑色帕萨特 确实从新装收费站出来 通过802相道 往市区方向去了 从时间上看 两辆车 确实在802相道 有教会 看样子气会如还在城里 正习会是红桃流吗 正习会是红桃流吗 这时假静静的电话 不停地发来信息 李浩哲只好假扮假能命应付着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来 正习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 你看 那个红桃六扑克牌 是在他的房间里发现的 对吧 对 齐慧如也铁定就是被正习的 那辆黑色帕萨特 转移回城的 最重要的是啊 这个正习是干排酒生意的 用红桃六扑克牌做犯罪道具 也的确是合情合理 你的意思是 正习有可能就是红桃六 对吧 按道理来说 那个装着红桃六扑克牌的相框 是很重要的东西对吧 正习要是走 他应该也带走 他为什么会留下来 难道正习是在给我们 留下什么信息吗 可是现在正习和郭辉煌都消失的 无影无踪 我们上哪儿找去啊 要不咱们再回去看看 你的意思是 正习有可能还在酒店里 师傅 怎么样 你们这边上女兵部吧 是啊 不过现在女员工正在洗澡 你不会也想进去吧 她不行 我行 演唱会 你怎么说 这个人是什么 都不乱了 了 那你这不疏的 这么说 你不是闻一 hart 你知道ane 有什么信心 你才看人家 下面怎么办 她也毫无头绪 正喜 你厌福不浅啊 那么多的女人 愿意牺牲自己的色相 来保护你 说说吧 你为什么要藏起来啊 来了那么多警察 我就知道酒店剧堵的事 抱不住了 只好躲起来了 酒店剧堵的事回头再说 你先说说 头天晚上在你的休息室里边 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你是为了抓 那两个人才来的 我早就猜到 那两个家伙是个祸害 还以为他们走了 事就完了 没想到 还是把你们警察给引来了 虽然我不知道 你们找他到底为了什么事 但是 他们的事 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 你说那天晚上有两个人 是啊 小伙来了两个人 一开始来的那个人 是来赌博的 是这个人吗 对 就是这个人 他的二十万现金 是不是被你拿走了 没有 钱是被他自己输掉了 师父 正习的箱子找到了 和顾辉黄的箱子很像 但不是同一个箱子 里面只有一些衣物 知道了 继续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 那个叫顾辉黄的客人 来的时候提着个大箱子 我一看 就在里边可能装着有钱 就知道他是来玩的 所以我就把我的休息室 让出来给他住 谁知道他运气太差了 才几个钟头 就把二十万全输光了 那另外一个人呢 说了 当时我想找顾辉黄 问他要不要 借点高榴带翻本 刚走到楼梯口 就看到这个人 在敲他的房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张破坏 那箱子里有多少钱 租总有三十万吧 我那个车姐就这个价儿 所以我也没在找 那个男人和顾辉煌在房间里说什么 你听见了吗 没有 门是关着的 我就听见里边全打脚气的声音 还有顾辉煌的惨叫什么 你的房间里 有一张和这张牌一模一样的红桃六 被撞嵌在一个相框里 是怎么回事 这个我真不知道 那个人走的时候就有了 那个人 你觉得是顾辉煌还是另外一个人 我也不清楚 我再问你一遍 你房间里面 那张装在相框里的红桃六扑克牌 是不是你的 警察同志 这真不是我的 这 正喜的话可信吗 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 你去把正喜的指纹和 红桃六相框提取的指纹 送去鉴定科 看看是否匹配 没有证据 我们不能随便抓人 当务之急就是 赶紧找到齐慧如 看来调查宝马730 郑广福的线索 要停一段时间了 对方不接听电话 我无法定位 这部手机啊 一旦开机通话 你马上定位信号的位置 然后告诉我 我会二十四小时 开机等你的消息 今天晚上啊 就辛苦你了 明白 放心吧 你不是放了我的假了吗 怎么还约我啊 约我来也不等我 俩人就开起小会来了 张艺林案子 是目前 所有跟红桃六有关的案子中 留下线索最多的一个 所以 必须要找到齐慧如 小黄 你 要不 你先去忙点别的事 我跟你师傅说几句话 成 那你跟他好好聊聊啊 好 行 叔 我先走啊 来 那坐 你俩就别装了啊 肯定有事吧 我问你啊 你对绑架齐慧如这个事情 怎么看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肯定不是杀人灭口 如果是杀人灭口 对方一定不会这样大非周章 表面上 表面上先出城 然后换了车 然后再进城 他们绑架齐慧如 肯定不是为了杀了她 而是另有目的 你觉得会是什么目的呢 鉴于齐慧如在张艺琳暗中的重要性啊 我觉得对方的目的很可能和咱们警方的目的是一样 就是找到齐慧如的上限 理由呢 张艺琳嫖娼 显然是有人精心组织的 组织的这个人 咱们姑且就认为她是齐慧如的上限 这个人肯定不希望自己精心组织的这个事件 出现任何意外 而制造张艺琳坠楼的红桃六呢 恰恰是破坏了她精心组织的这个事件 所以很显然啊 红桃六和这个组织 是对立的 她绑架齐慧如的目的和她制造张艺琳坠楼的目的 应该是一致的 那就是让这个组织的人主动找到她 或者是她主动地找到这个组织 然后提出某种条件 所以我刚才让技术科的人 拨打了齐慧如的电话 只是没人接 所以我想 红桃六的目的 可能就是想利用齐慧如的这部手机 和齐慧如的上线或者是组织取得联系 我就让技术科的人 二十四小时监听齐慧如的这部手机 只要开机通话 我们就能定位到齐慧如这部手机的位置 也许这样咱们就能抓到红桃六 李浩哲不知道怎么办 还是决定找老皮杀一下 师傅 师傅 您让技术科 定的齐慧如这个电话号码有情况了 什么情况 那个电话虽然一直没打通 但是技术员今早查了一下记录 昨天晚上这个号码给另一个号码 发了不下五十条短信 对方的号码查了吗 查了 事务正卡 走 看看去 哎 你们才来 你神神秘秘的约在这前面 什么事啊 说正事啊 嗯 昨天有个手机号给贾秘秘的手机 发了不下五十个短信 这个人说他被公安盯上了 不想出事的话 让咱们打一百万 让他远走高飞 否则于此往不 你手里贾明明的另一个手机 没收到吗 没收到啊 给他回一个短信 告诉他就是你在国外 不方便啊 不理他 我的好师傅啊 对付一般人可以 但对付这种人肯定是不行的 贾明明有很深的黑实力背景 但是有多深咱们不知道 咱们也不知道这个人跟贾明明 到底什么关系 万一这个人知道贾明明死了 而且是被咱们俩弄死的 这就不是一百万的事了 好 迷失了方向的人 能否再回家 指引着迷途的光 一直在闪亮 悲伤的心 不能抚平的生活 能够无法平静 天上星星 多美丽的星星 请带着我 伴随我 带着我 带着我 飞出痛苦海洋 告别昨天 告别所有烦恼 让我揭开 心中切拥抱 美好明天 你是来方向的人 能否再回家 折映着迷途的光 一直在想亮 悲伤的心 不能抚平的心 如何能够无法平静 天上星星 多美丽的星星 请带着我 请带着我 带着我 带着我 飞出痛苦海洋 告别昨天 告别所有烦恼 让我揭开 心中切拥抱 美好美好明天 请原谅过去的错 我们两千 我们两千 你做的一千 让我重新生活 天上星星 多美丽的星星 请带着我 带着我 请带着我 带着我 带着我 飞出痛苦海洋 告别昨天 告别所有烦恼 让我揭开 心中切拥抱 美好 拥抱明天